很久沒住過香港的酒店 因為在疫情下幾乎所有酒店都被人介紹 再介紹下來好像沒有太大意義 不過我就發現灣仔有一間在去年12月才新開 裝修充滿英倫風格的英國品牌酒店 在網上的介紹真是少之有少 所以我今次決定幫大家試住一下 這間酒店就是The Hari夏里酒店 藝中產遊記 今次的住宿是由Hotels Combined贊助 平日預訂酒店是不是都怕預訂的價錢未必是最划算呢 那你就要用Hotels Combined 它是一個酒店格價網站 在上面你可以一次過 比較熱門酒店預訂網站的所有房間 也可以篩選不同的優惠 例如免費取消 包含早餐等等幫你省錢省時間 下次預訂酒店記得要用Hotels Combined 確保預訂的價錢是最划算 譬如我今次入住的是第三級的房型 Premium Corner Room 在Hotels Combined上面格過價 平日最便宜的價錢大約是1188元 到底值不值這樣的價錢呢 現在就帶大家來個Room Tour先 The Hari是英國酒店集團Hari Lear Group旗下的酒店品牌 而香港這一間是全球第二間The Hari酒店 座環設計是由倫敦團隊負責 因此充滿著英倫風格 而且是走現在新開的高檔酒店 都很喜歡走的低調車滑路線 例如房間的牆身是用上灰色麻布紋理的牆子 非常之有質感 浴室真是用上大量的白色大理石 看起來很乾淨 當然少不了一個雙藍色皮革的房門 就更顯英倫風情了 這裏Check-in是要上一樓Reception 地下升降機是可以直上客房樓層 試印度度高高 不過時是有趕到3時Check-in 第二天1時Check-out 不過Check-in的時候 就有幫我做到3時Late Check-out 而我亦偷聽到旁邊那位住客 都有這樣的安排 似乎平日來住的話 可以Late Check-out的機會都很大 我入住的這間Premium Corner Room 是有323呎 始終酒店是位於算這麼尺度的港島 所以不算特別大 而為了令到房間空間感更大 這裏除了用上開放式的衣櫃之外 就連整個浴室都是半開放式 當然你亦可選擇關上連接睡房的玻璃門 令到兩個空間分隔吧 另外房間裡面也有兩大塊全身鏡 分別位於房門後面和浴室裡面 望來空間感就更大了 加上勁大幅的落地玻璃窗 看起來就更通透 由於酒店合約於灣仔諾黑道 景觀主要只有樓景 不過因為我住的那一層比較高 望出去都算開陽 還有房間位於轉角位 看到兩面的景 甚至可以看到這麼重一大 而旁邊的房間只是普通尺寸 不過都可以塞進一張極大廠 靠窗還有一張長沙發和一張桌 這裏的棋桿也是零細大過癮 就是在這裡跳舞也可以 花灑水壓還要勁大 但我就不是太建議大家開到最大了 當然是會去不撤水的 沒有用到洗頭水用的是環保大脂妝 品牌是這隻意大利牌子 帶著一股香氛味 聞起來都頗放鬆 作為一間新酒店 房間裡面當然也會有不少電子設備 除了常見的南亞音響 床頭的USB位 和電動的窗簾之外 比較特別的就是有這一套 可以控制房間裡面所有設備的聲控系統 Hello How may I be of assistant Turn on light Sure Turning light on 不過這套東西只可以用英文 和一定要透過房間裡面的電話來操控 老實說就不太實用 而電視雖然沒有點播電影 但就有整七個電影台 在房間裡面經常都應該不會滿身的 Minibar就有一部Nespresso咖啡機 和斯里蘭卡牌子的茶包 免費的資裝水就是這隻水點牌子 而且是用上玻璃瓶裝 感覺上就更加環保 另外雖然有一部雪櫃仔 但就沒有像其他酒店一樣 放滿了些收費的飲品 那就不用怕不小心喝錯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打去前台的order 這裡的一些細節位都做得幾夠細心 例如兩枝牙刷是不同款 拖鞋也有分不同大小 兩個人來住的話就不用怕撈亂了 另外這裡的拖鞋是一些貴價酒店 才會用的毛巾拖鞋 踩下去是非常之舒服的 是整間房間我最喜歡的地方 由於我預約的時候有包上早餐 所以就順便幫大家試吃 早餐是以Semi-Pofet的形式供應的 可以order的食物有四款雞蛋類 Pancakes、French toast和Waffles 總共有七款可以選擇 而我那次就選了暗裂和Waffles 其中暗裂的餡料是比較少和太熟 不是太夠蛋汁 用來配搭旁邊的烘果的sour dough bread 而這裡的Waffles就是比較脆身 做到外面香脆和麵軟的效果都算不錯 如果不夠吃的話 外面還有些麵包、穀物、法國的Yoghurt 煙三文魚、火腿、水果和三款果汁 牛奶和豆奶 其中另外印象比較深刻的用牛角包 因為光看樣子大家都知道它是有多酥脆 而裡面真是很鬆軟 我甚至覺得是比很多牛角包專門店的出品更好些 當然想喝咖啡或者茶的話 這裡當然都是可以任order的 最後就說酒店的整體服務 一些基本門面的東西 例如入袋門口會幫忙開門和按Lay 打電話去前台會懂得用你的姓為稱呼 都有做到 不過話說第二天我遇到至少三個執房仔姐 我全部都有對她們點頭 她們反而沒有一個會跟我打招呼 似乎培訓就有代價強 另外雖然是一間新酒店 但馬桶裡面居然是已經有些發黃 保養要再做好一點了 總括來說這裡的CP值只是一般 不過始終在疫情下比較少新酒店開業 如果喜歡新東西的話這裡也挺適合你 至少一些房間設備對得住這樣的價錢 不會說有不抵絕的感覺 如果想預約的話 就記得要用Hotels Combined來加加啦 好了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再見啦 拜拜